同时城市的人均环境也在稳步的改善 特别是空气质量 这都是大家关心的 持续好转 由过去的APAC蓝 到阅兵蓝 到今年的常态蓝 我们PM2.5年均能度 18年比13年累计下降了43% 今年1到8月 进一步大幅度下降 下降到42微克每立方米 特别是8月 我们达到了23微克每立方米 成为有监测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北京的做法和北京的经验 也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高度评价 他们认为北京的大气污染之地 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 伦敦用30年的时间 洛杉矶用60年时间 走完了大气污染历程 为世界其他城市大气污染治疗 提供了北京的经验和北京的样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本集结果是5日子 欧坚洲傍的武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